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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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跟她道歉吧 可是跟她道歉 她就會原諒我了嗎 算了 她現在一定還在氣頭上 過兩天再過來好了 早晚都要面對的 還是進去說聲對不起 大家好 嗨 小婷 妳要下班了 對 大姐妳怎麼在外面走來走去 妳不進去 沒有 我剛剛在想事情 小婷 我問妳 蕎帆今天還好嗎 她還好 怎麼了嗎 妳有沒有覺得 她今天臉比較臭 好像有 是不是去辛華送完咖啡 回來之後 就有點不開心的樣子 好像是 她送完咖啡回來之後 就整個人感覺悶悶的 都不太說話 看起來怪怪的 她一定超級超級不爽的 發生什麼事了 還好嗎 沒有 沒事 妳趕快回家吧 好 拜拜 拜拜 妳不問我要喝點什麼嗎 妳應該不是來喝咖啡的吧 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蠢 我只是說了一個謊 想說等事情結束就好 結果我也圓這個謊 又說了更多的謊 我也不知道事情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說不對 對不起 妳為什麼要說謊 因為我不希望妳跟原住的 再合作了 上次在攝影棚 看到妳們兩個互動那麼親密 我會介意 OK 所以因為妳的喜好 就可以決定我要不要接工作 之前妳不喜歡 然後我就不能拍微電影 現在妳喜歡了 我就要去參加發表會 好嘛 我就已經承認我這樣做很蠢了 妳就原諒我嘛 不是啊 同樣的事情到底要發生幾遍啊 之前妳就想要把我的店 變成連鎖店 為什麼總是妳單方面的在要求我 難道說因為我們有年齡差 是姐弟戀 我就什麼事都要聽姐姐的話嗎 現在要翻舊賬是不是 不然妳到底想怎樣 感情先暫停吧 以後 就恢復成單純的雇主和模特兒的關係 因為只要妳是老闆 不管妳說什麼 我都會聽 妳在說什麼 妳怎麼不想想 要不是因為我們的關係 妳怎麼接得到這個工作 那我寧可 妳不要幫我接這個工作 就先這樣 等這個案子結束之後再說 打烊了 妳要喝咖啡明天再來 如果妳不是我男朋友 我才懶得理妳